若望福音第五章 这些时候正是犹太人的庆节 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水池 西伯来语叫做贝特扎达 周围有五个走廊 在这些走廊内 躺着许多患病的 瞎眼的 瘸腿的 麻痹的 都在等候水动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到水池中 搅动池水 水动后 第一个下去的 无论他患什么病 必会痊愈 在那里有一个人 患病已三十八年 耶稣看见这人躺在那里 知道他已病了多时 就向他说 你愿意痊愈吗 那病人回答说 主 我没有人在水动的时候 把我放到水池中 我正到的时候 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 耶稣向他说 那人便立刻痊愈了 拿起自己的床 行走起来 那一天正是安息日 于是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 今天是安息日 不许你拿床 他回答他们说 叫我痊愈了的那一位 给我说 拿起你的床 行走吧 他们就问他 给你说 拿起床来 而行走的那人是谁 那痊愈的人 却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那地方人多 耶稣已躲开了 事后 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 他便向他说 看 你已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 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 为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 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 耶稣最向他们说 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 我也应该工作 为此犹太人越发想要杀害他 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而且又称天主是自己的父 使自己与天主平等 耶稣于是回答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 他看见父做什么 才能做什么 凡父所做的 子也照样做 因为父爱子 凡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他 并且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工程 指示给他 为叫你们惊奇 就如父换起死者 使他们复生 照样 子也使他所愿意的人复生 父不审判任何人 但他把审判的权权交给了子 为叫众人尊敬子 如同尊敬父 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 我实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听我的话 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 不受审判 而已出死入生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时候要到 且现在就是 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 凡听从的就必生存 就如父是生命之源 照样 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 并且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因为他是人子 你们不要惊奇这事 因为时候要到 那时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而出来 行过善的 复活进入生命 做过恶的 复活而受审判 我有我自己 什么也不能做 父怎样告诉我 我就怎样审判 所以我的审判 是正义的 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 而只寻求那 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 我的证据不足平信 但另有一位为我作证 我知道他为我作的证 足以平信 你们曾派人到若汉那里去 他就为真理做过证 其实 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 我提及这事 只是为叫你们得救 若汉好比是一盏点着 而发亮的灯 你们只一时高兴 享受了他的光明 但我有比若汉更大的证据 即父所托付我 要我完成的工程 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 为我作证 证明是父派遣了我 派遣我来的父 亲自为我作证 你们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 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 并且 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 存留在心中 因为你们不相信 他所派遣的那位 你们查考经典 因你们认为 其中有永生 正是这些经典 为我作证 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 为获得生命 我不求人的光荣 而且我认得你们 知道在你们内 没有天主的爱情 我因我父的名而来 你们却不接纳我 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 你们反而接纳他 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 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天主的光荣 你们怎么能相信我呢 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 有一位控告你们的 就是你们所寄望的霉色 若是你们相信霉色 必会相信我 因为它是指着我而写的 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 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 我会相信我们的黄斗 我会相信你 你怎么会相信我 我会相信你 感谢观看